全台房市需求火烫 建设推案动能强大 中价营建族群也都受惠 哪些个股值得留意 来听专家分析 钢筋缓慢打入地基 工人顶着大太阳在工地不停穿梭 全台房市需求火烫 营建事业也都受惠 营建族群这里会有文章 我们比较相关个股 4月份公布的营收数字 包括达利 包括秦美 包括新复发以及贯德 其中我们就挑秦美这档个股 来做一个深入的探讨 秦美4月份的月营收 是月增2.3% 那跟去年同期比 则是大增了超过一倍 年增1.55.2% 至于说今年第一季的EPS 它也赚了1.34元 那以今天来说的话 秦美它是小涨了一个0.1 收在51.9 不过依旧持续的一个走 整个的一个金金涨的模式 那因为它第一季的一个季报 公布的数字 毛利率是26.1% 营益率是14.44% EPS刚刚说的一个1.34元 除了跟上一季出现了一个 三绿三升之外 最关键性的是跟去年同期比 它的一个获利是由亏转盈 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什么 一个法人关心的点 而公司三大事业中的金属成型事业 随着客户新品上市 驾动率也将逐步提高 业绩成长可期 建设的一个住宅事业方面 因为它旗下有这个蒲针建设 它的一个推案量非常的一个强大 整个的一个业绩的一个能见度 已经看到了一个2031年 这个也是法人感兴趣的 那至于说它的一个短线上的爆发点 应该是这个生活创新事业方面 因为它投资超过45亿 这个是台中勤美洲际酒店 也预估会在2024年 第三季这边正式的一个营运 三大事业稳健发展 加上房市火热建设推案动能强 业绩成长未来可期 东西新闻众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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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转盟和声 订阅 转盟和声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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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